8月7日正直立秋,久违更薄的邱慈炫,突然在微博上载多张美照,自称好久没出门了,并贴心叮嘱粉丝们注意防暑,晚上记得贴邱标。 从照片背景可以看出,邱慈炫应该是去看电影,看来身体已无大爱,不知道照片是否来自于小光的老公视角呢? 不过,照片中的邱慈炫露出小微脸和秃左骨,看起来瘦得可怜,根本不像产后两个月的妈妈,也许这次生病,真的让她元气大伤了。 邱慈炫于今年6月,出生下儿子后出现癫痫症状,情况严重一度进ICU抢救。 当时传闻满天飞,当时甚至有病微消息传出,并粉丝相当担心其身体状况。 直到7月份,邱慈炫与丈夫于小光,才分别在电视节目和微博影片中公开进行。 当时邱慈炫耿硬,这跟粉丝问好,表示自己缠后患上妊娠毒血症,导致出现症状症状,要接受治疗,虽然已经出院,但身体上的康复当中,感谢粉丝支持,希望大家能等她。 之后的日子里,于小光一直有在微博案戳戳的晒老婆,让粉丝从侧面得知邱慈炫一切安好。